南投縣有多達80多處社區發展協會據點 這些協會平時對於社區照護及弱勢輔助有相當大的貢獻 本次關懷據點聯繫會就聚集各鄉盛的協會代表 一同討論工作匯報及成果 而主辦單位佳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金元表示 相當歡迎大家得利林指導 我們社區是獨佈我們是做一個總體營造 今天會幸福我們這麼大的夥伴來參觀基督 非常感謝對我們社區有什麼機構 歡迎來參觀和批評與機構 參與本次會議的紅石自資會組長陳金表示 透過關懷據點的聯繫會報 讓各協會志工互相交流經驗 更加促進社區關懷照顧的推展與成效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聯繫會報 讓這些所有的社區志工有一個交流跟互動的機會 也透過大家經驗的分享跟交流 讓我們藍頭線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業務能夠蓬勃發展 現議員賴燕雪表示 尤其各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推動 使得社區關懷據點業務日益增進 未來將更進一步與大專青年合作 推動返鄉服務 希望能提供最好的在地服務品質 南投縣人口結構老化迅速 現議員賴燕雪表示 希望各界都能重視老人關懷議題 也表示老年人口生活能獲得尊嚴快樂 是我們為人子女共同的目標與希望 那麼台灣的一個經濟結構 尤其是南投縣的一個經濟結構 社會結構的一個變遷 好像說我們老人化越來越嚴重 社會福利關懷的這個議題也普遍受到重視 我想社會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 老人生活可以健康快樂 生活有尊嚴 社區還可以更幸福 這是我們社會所有共同的願望 社會環境變遷迅速 台灣已經成為最跨老化的國家之一 如何落實老人福利及老人照護 已經是迫在眉燒的議題 希望透過現議員及縣府相關單位的努力 能使老年人口得到應得的照護 民意新聞楊志凱南投採訪報導